大家好 欢迎收看10月26号的大花联地方新闻 我是方家伟 花联县议会第十九届第四次定期大会 26号是进行了县长的施政报告 县长徐真伟说明十个月来的施政工作方向 也针对花联后疫情之后大力行销 花联的观光 在观光兼具防疫的措施下 让全国看见花联的好山好水 而地方的基础建设也逐年来进行 希望在府会良好的互动之下 共同创造花联美好的新未来 下半年度的花联县议会定期大会26号正式开议 下午的议程是进行县长施政报告 花联县议会议长张军表示 花联的基础建设正如苦如土地进行 也希望县府能够做好重大建设的工作 举番 美轮 吉安期 水环进整治 花联市区停车的问题 废弃主方二一期制 危害环境正义问题 落实校园安全强化危机处理意识 打造无控接轨 医疗照顾服务 整合部落社区资源 改善原民部落环境 序幕产业管理机制 推广花联在地低碳永续之深度旅营等等 民生重大议题 希望在这次大会中 经由议员同仁与县府团队的意见交换和讨论 让县政发展更符合名义 第四次的定期大会 现在许正义可以说是相当熟悉 并且向花联先议会的一眼同伦们 说明十个多月来的施政重点 而在后疫情的政策方面 由于花联拥有好商好商好市好地方 幸福大力行销之下 并且开创新鲜的观众产值 在后疫情时代 我想在观光旅游局大力的 这个飞中国内 因为在国际这个风暴之下 台湾在防疫能够扩折成功 当然所为中央推出边境的管理 然而边境的管理 让国际有人没有办法进来 也让台湾的乡亲没有办法出去的同时 鼓励国内的人流的运动 国内的运动 让大家在这半个月的时间 能够深入地认识台湾 更深入地认识花林 更深入地了解国陌沙这块 房地文化资产以及观光资源 如此如此的丰厚 所以在五月过后到了下半年 花林的人潮不断 而花林县政府各有处也在防疫上 更加的不落后也放手 更不能请募 所以无论是观光行销的推动 还有我们各项活动的阵带 都跟我们的防疫做精力的结合 现在许中卫随后进行说明 有进农业的政策推动以及行销 以走三线到了争取经费 青年住宅和中大建设的进度之外 也希望议员们能够提供建议 共同来为花林的未来来努力 记得喜欢华士伯老